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再做家常菜 我们做一道焦白炒肉丝 那焦白刚上市的时候 我们都会用它来做油焖焦白 因为它嫩嘛 等它老了以后呢 我们就会切成片 切成丝 炒肉片 炒肉丝 做这套菜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加一些毛豆 或者是青椒之类的 这样呢 一来看上去有色彩 二来呢 多了一个营养素 肉丝切好后 要先浆一下 我们放少许盐 少许料酒 然后加一些淀粉 拌匀待用 焦白去掉壳 就变成这样了 然后呢 我们要去掉 这边所有的 把这个壳 所有的壳 全部去干净 然后冲洗干净 去掉头一刀 先把它切成片 再切成丝 再切成丝 然后我们今天有现成的毛豆 这个毛豆哈 最好自己手洗干净 自己剥 剥好以后就不要再洗了 因为这个白色的壳 你一洗的话 它就洗掉了 这是非常非常鲜的 先下油 煸炒肉丝 这道菜 如果你不喜欢油多 你可以少放一些 肉丝先下 煸炒肉丝 煸炒到肉丝发白 就给它先装盘 然后下毛豆 锅也不用洗的 直接放一点水 给它煮一会儿 盖上锅盖 让它煮一下 之前有说过 如果你炒青色的菜呀 豆啊什么的 要盖锅盖 最好就盖一下 不然的话 菜就会变色 那个麦香就大打直扣了 一会儿都心味没有了 我们就先放焦白 火开大 翻炒到焦白缩水了 我们就下肉丝 翻匀后 接下来我们就调料 放少许盐 根据自己的口味 放淡淡的比较好 最后糖掉先 翻匀它 这道焦白炒肉丝 就完成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看